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food and drinks are prohibited in this studio please do not stand up or walk once we are on air if we want to exit the studio please contact our ushers there are four emergency exit in the studio two next to the stage and two at the back of the audience seats in case of emergency please evacuate through ushers instruction thank you for cooperation and also special thanks to union house theater support 各位 一会需要鼓掌的地方 大家尽量鼓得热烈一点 情感到了也是可以流泪的 情绪很丰富的观众 我们摄像大哥会给镜头的 好吧 好 后台 后台就位 老师导 OK OK 我们准备开始了 舞台准备 你叔叔 外面 你快乐 你oug Mann 冩 szy 握 预 演習前和現場的觀眾朋友 快做定CMG Channel 憧憬打造的情感真人秀 我們是真情守候 若你沒能逃過這樣那樣的憂愁 深陷感情漩渦 報名了一波操作 終結所有折磨 痴迷的戀愛倒是為你解說 情言故事由你訴說 煩惱化作泡沫 互動熱線播到2018 六個六喜怒哀樂招單全首 謝謝電視機前和現場的觀眾朋友們 白萬青白老師 大家好 大家好 助名情感作家陸基 陸老師 歡迎陸老師 還有我們的黃金戀愛導師 圖三師 圖老師 歡迎圖老師 三位愛神作證 嘉賓隨意體溫 祝你情路順順順順 今夜故事由你訴說 熱情消耗 煩惱化作泡沫 博人 end火 互動熱線播到2018 六個龍細怒哀樂招單全首 快關掉 快關掉 琴夜故事有你诉说 烦恼化作泡沫 胡冬热线磨达2018 六个六喜怒爱乐招待承受 琴夜故事有你诉说 烦恼化作泡沫 泡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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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冬热线磨达2018 六个六喜怒爱乐招待承受 你的真心我们守候 谢谢 谢谢 谢谢各位 好的 那话不多说 现在让我们有掌声有请 今天需要的帮助的嘉宾情侣 男嘉宾小张23岁来自上海 是一名实习会计 女嘉宾小李21岁同样来自上海 是一名学生 来 有请两位 欢迎 欢迎 主持人好 你好 呃 是你要来的是吗 对 是我要来这节目的 在一起多久呀 一年多吧 一年四个月又二十三天 哼 姑娘 这记得挺清楚 我不像她 对我们的事情一点也不上心 说说吧 两个人怎么认识的 她是我大学学妹 那 是在校外认识的 我们 相遇在 地下铁 嗯 田爱路到了 请从左边车门下车 开门请当心 注意脚下安全 我们现在在田爱路上 请准备准备 准备准备 某个星期天 拥挤的夏天 某个星期天 出门晚一些 某个星期天 也就差一点 看不上 有你的地铁 也就差一点 闷热的车厢 我看见个姑娘 我看见个姑娘 明星脱俗的夸张 我忍不住紧张 哦 她图什么文章 是否 又适合远方 哦 能否与我分享 分享你所想 对世界的主张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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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读什么呢 你在读什么呢 放开的登场 大山的迷茫 可是我的心脏 感到了一场 好 我都想把文章 你聊 成活的悲伤 好 此刻开始分享 我所有幻想 对你的主张 哎呦 小两口还挺有缘 那是出什么问题了呢 我什么都想把文章 等一会儿 和闭上来 我有个心脏 我��有一种 不许多 你不再贴近全力 你不再接近全力 我开心 求我开心 属入社会各种压力 你闺蜜还说我没想进行 还不是因为你的烂红 我没前行 每次见你 头发有你 那是发辣 出门逛街不光过暗点轻 我两手都在帮你轻包 我明明买了脑白鸡 每次吵架 你都说要来这里才能解决 我不懂我们的事情 为何要来给别人评判 那导师都是专业的 我也不是针对你们的节目 嗯 明白 可是感情哪有标准答案 弹劾专业不专业 我想很久 也许是时候放手 你 啊行了行了行了不吵了 我们好好说 小张你想分手 其实也不是我想分 只是每次吵架他都威胁我 说不来这个节目就分手 好 小李你想分手 当然不是 这是吓唬吓唬他 吓唬吓唬 那万一把他吓唬跑了怎么办呀 而且我看你不满意他的事情 好像也都不值得吵架呀 哪有不值得 小事我就先不说了 你就看看他的工作吧 我工作怎么了 这么小的公司里做实习 没钱拿还没上升空间 实习一结束 人家肯定就把你踢了 你再看看我闺蜜的男朋友 出生好 有野心 人家起步就是小康 可我呢 我岂不是要当你的糟康呀 那你也去找个出生好 有野心的呗 那不行 我不能看他不好就离开他呀 我得帮助他成长是不是 而且 他真的太帅了 姑娘还挺能说 笑什么呀 他就是帅 现场的观众朋友们 你们觉得男嘉宾帅吗 帅 帅 全世界最帅 那我倒想问一句 你们觉得主持人帅吗 主角这段后期留着好吧 好的 言归正传 女生总是对男生不满意 男生绝对是女生鸡蛋里挑骨头 两个人到底该如何相处呢 我们来听听老师们怎么说 一起进入恋爱整疗室 哎呦 这个小姑娘啊 你也太作了 你们这些事情我听起来根本就是莫名其妙 这个小伙子倒也是人中好几 小姑娘这么做也没有把你做跑啊 在我们那个年代 男的说一女的不敢说二的 哪有你们这种关系 还和什么谁的男朋友比的 这种心态 小伙子我劝你赶快跑 好吧 小姑娘你也不要哭 阿姨说话是直接了一点 你回去还是好好审视一下自己的公主病啊 小李 你哭什么呀 你看看小张这么好你有什么好哭的 现在很多女生像你这样 喜欢拿自己的对象和别人对象做比较 只是渴望得到宠爱和关注 却忽略了你对象 她也是个独立的个体 也有自己的生活方式 刚才你们说了这么多 我听到的一直都是你对她的各种抱怨 可小张 她只是无奈并没有数落你什么 可以看得出 她还是很爱你的 如果你依然觉得是她的问题 那小张 你可以离开她了 再说说小张吧 再说说小张吧 一表人才啊 没什么问题 就这样 谢谢 小张我问你 她从什么时候开始这样呢 大概半年前吧 小李 半年前发生了什么吗 半年前发生了什么吗 没有什么 就是觉得 你 我本不想拆穿你的发型 不得不臣服于你的眼睛 做私有想你的不满 实在没道理 结果变得稍稍牵强 有点可惜 你说每次争执 她都提到我们 是的 看来你对我们是非常信任 还好 还好 哼 你说过不上节目就分手这种话 是说过 用不来这里成了你最终目的 我 我 谎言边界不要听 太多默朗两颗的是你 你上节目的动机不单纯 你上节目的动机不单纯 这里是真情守候 不容你的半点虚情加义 快说 你为什么这么想来我们节目 宝宝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你快说话呀 别再让我重复我自己 你兴许的表现我都看在眼里 我竟然是为了马尔代夫烧人游才来的 好 小李 来 先回到站台上去吧 我该说的都说完了 等一下的真心六十秒 你可以解释 但你只可以说真话 小李啊小李 何必呢 好吧 让我们一起进入真心 六十秒 我没有想到 这半年来发生的一切 就是为了马尔代夫的旅游 宝宝 我不是故意的 半年前我看到这个节目 说牵手嘉宾能免费去马尔代夫 我就想和你吵一吵 你能和我来这个节目 我们感情这么好 我知道不管我怎么闹 你都不会离开我的对不对 对不对嘛 你不要生气好不好 我不要马尔代夫了 我只要你 你等一下 你不要自己 好 时间到 请两位先到门后去吧 哎 为了得到奖品而制造矛盾 这姑娘也太傻了 镜场的观众朋友们 你们觉得这对情侣最终会牵手成功吗 好 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他们到底做何选择 请开门 哎呀 看得出男孩还是很爱女孩的呀 小李 到中间来 小李 牵手成功了 嗯 开心吗 嗯 马尔代夫还去吗 不去了 去还是可以去的 自己好好在前去 小张 觉得导师们如何 谢谢各位导师今天的帮忙 嗯 好 那让我们掌声送走这对情侣吧 咖 非常好 非常好 好 等一下赵灿你再录个结尾就好了 朱绝 哎 下次现场音效再出问题 我可要扣你工资了 哦 对了 刚才观众的掌声不够热烈 记得叫后期把掌声调响点 OK 哼 拽个屁呀 你可以解释 但你只可以说真话 哼 还以为自己是上帝呢 整天在节目上吹自己对老婆有多好 哼 都是骗人的 哦 还要那个主持人赵灿 跟着他屁股后面 哎呀 跑东跑西都一凤成 哎呦 我们做节目都这么长时间了 还没习惯啊 习惯什么呀 那个油腻的周年男子 还是那个 挺龙顺顺顺 吐死了 节目刚开始的时候 我们三个明明坐在一起的 怎么现在他就坐过去了 凭什么 凭什么 凭什么他抬头牵甲黄金 凭什么他现在做死容易 凭什么他一个人一个化妆事 还好是你呢 我不在意 凭什么节目组维都捧他 凭什么节目组维都捧他 论子里他比不过白老是你 每集评论我写的沙飞空心 告诉我为何说给那悠悠你 哎呀 露几露几 你还是太年轻 这世上有太多不公平 借着奇迹 白老是来给你讲道理 你看我 这年纪早放弃 命运里 要活得更迫切 时刻看见自己情 心关于才是长寿的奥秘 白老师 你怎么想得这么开啊 这就得跟你说说我的故事了 我曾经是个海贵富家子弟 为了爱情和家里断了关系 谁知那畜生简直坏事做尽 赌博干平头还对我假的疯 白老师 没想到你吃了这么多的苦 没事 现在都过去了 那个臭东西 背叛了武器通行 我揍他一辈子吃过青石瓶 白老师 佛系能做人吗 那个骗子是个例外 我的意思是 众生苟过得过且过 公平都是屁 你想想我们一个太老 一个太尿 借口碰她 也算正常毕竟最符合初留 审美的爱是她 上世太有机会 让我们上街路不鲜 我是乖卡还有钱哪 勇洋就偶尔融化 还算健康就很满足啦 公平这个东西 你越追求就越适合了 可是我知道一个她的秘密 关系到我我回蜜 暂时要保密 今年我三十七我还有野心 深深的不甘 无法平息 哎那是 不行 我得去找周觉 好好聊聊这个事情 哎 这是我治便秘的茶 哎 土老师 哎 你知道明天是什么节吗 明天 明天 是你给我记上的新节呀 啊 疼疼疼疼疼疼 对不起 对不起 对不起图老师 没关系 没关系 图老师 明天 是七夕了 啊 七夕 你有没有空呀 我请您 喝咖啡 有 喝咖啡 哎呀 可惜是没有这个口福了 我老婆组了个什么家庭聚餐 我得出席呀 不过 珍惜每一字相遇 铭记每一字快乐 相收每一字浪漫 牵挂每一字分离 我们 可以改天约 改天约 好 哈哈 哈喽 新来的 图老师好 好好好 实习生吗 是的 以后 如果有什么不懂的 欢迎随时来订阅 我 走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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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 谁让我 是这里 最友情合理的爱人 谁是天丹 新时代 谁是天丹 让我来告诉你 让我来告诉你我如何成为 外举风的对象 看见漂亮姑娘却不吝啬我的赞赏 能力翻位只能也乐意帮忙 有空我给你们写的简行 其实我们也不在意 无聊工作环境 在天里正常的游泳 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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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差异 少处 却没有问题 楚老师 你说你和陆老师 还有白老师是同期 是啊 那为什么 有个人体比他们高呀 那还不简单 靠的是语言艺术 只要你多用台笔 说话动听 观众就觉得是真理 内容不重要 那两个老师不懂 只会讲大道理 多说两句 就没人听了 最厉害了 当然 但是 已婚 正好 My strength is time 当然 还得靠我的个人魅力 你 绅士的伴 我就是绅士的伴 我就是绅士的伴 让我来教你如何成为 外人追捧的对象 人到中年也不能放弃 直到你都了 多多少忙留心事物要跟上 我就是绅士的伴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看什么呢 活着 哎 这书我看过 最后全家都死了 就剩一老头和一水牛 哎 当时的老百姓可怜哪 一辈子都忍辱负重 吃着历史变革的苦 受着权势地位的压迫 现在不也一样吗 你看那主角 说是副导演 前前后后 不知道帮田奇做了多少导演该做的事情 还不都是因为没有背景 你听什么呢 我写歌呢 写歌 写什么歌呀 别放了快还我 哎呀 好听啊 是不错 这个都可以 真的吗 我还没想到歌词呢 歌词 歌词 歌词有什么难的 你想写什么歌 我还没想啊 想这么多干什么 想到什么 直接唱过就行了 在老家没有人喜欢我 他们嫌我双话笨浊 我不知 哪里出错 这满意外 你经历想想改变生活 随着世界远来没把握 亚城市各种游戏规则 如何存活 为在明天 你也习惯 车水马 如落时光满水里 做当然 男人天生好奇弹弯 为人知就难有可爱 男人离界限自由散满 凡而简单 爱一点点背 时间 等空又坠落 时间 有没有光 出现 不用虚度一天 很客气在参与工作 一个月后失落堪破 不知粘贴虚假面孔 对点笑容 从小有个梦做个吉他说成为了家族冲动出走 舞台那里有无人挽留 何去何从 全是无畏的执着 等不到就别强求 做得少抱怨得多 至少别混混合 爱过今天 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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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点点飞 时间 等风又吹过瞬间 有没有我出现 不用试读明天 要不爭小了 因为你是对真心的 或者是我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节目是小的 就是我们的妈妈 真的有什么 女嘉宾 你好 真漂亮 很可爱 谢谢 我们也走吧 啊 我们也要走吗 走啦 最近有接到什么新戏吗 没有 经纪公司忙着彤彤的事呢 哦 就是之前被爆出和那个老板进出酒店的 哎 他们真的假的呀 事情是真的 消息啊 是彤彤自己放出去给狗仔的 哎 又一个女孩 咻 掉进了深渊 也不知道这一个 是会逢凶化吉成为人中龙凤 还是难逃命运粉身碎骨啊 好了好了别平了 哎 不过我真的没有想到 你会来接这个通告 有什么奇怪吗 当然奇怪啊 你和猪爵 是 你怕什么呀 整个节目组的人都知道 你是她刻骨铭心的前女友 那已经是三年前的事了 我不想再提了 这圈子本来就小 大家抬头不见低头见 躲都来不及躲 你居然自己往枪口上撞 我说你 是不是想见她呀 工作而已 你别多想 我可把话说在前头 作为朱爵大学以来的好兄弟 你们在一起的时候我一直看着 你们分手后 我也一直在旁边观察 我觉得 她还没放下你 这张便利贴 你 你 并没有忘记她吧 怎会忘记 初次相遇的教室里 前排座一陌生的背影 想看自信 不尽找了蜜 最爱听 她唱了满心的好情 细心留意生化的点滴 日月累积 成她陛下的剧情 也曾天真相信 青春重结后热情 逝着 直到逐流近人海后 才发现我们没什么不同 音乐 爱得笃定的一封信 忘记感情 是消耗平 时间推移 是眼苍白与不离 你不在 对世界有任何好奇 脚下的路开始有分歧 初心过气 我也不是不可惜 也曾天真相信 青春重结 忽热情始终 直到逐流近人海后 才发现我们没什么不同 哎呦 哟 哟 打扰了 不打扰 刚准备走 在门外很久了吗 哈 没有 等一下去老狗那儿喝两杯 行 那 你先开那儿等我 行 那你们慢聊 谢谢你 愿意接这个活 关中跟我说你们这儿缺演员 我也只是来工作的 不用道歉 对了 剧本 我就放这儿了 再见 剧本 又 mov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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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全 typical 剧本你觉得怎么样 我想知道你的想法 我的想法 荒谬 可笑 无聊空洞 形式大于内容 不怎么样 好久没听到实话了 是你自己选择这条路的 不是吗 实话真是刺耳 实话也许刺耳 却有传递真心的力量 这话也是你说的 我不记得了 一定要向观众说真实的故事 记得吗 不记得了 你说导演有影响社会的能力 所以一定要以身作则 真诚待人 你也不记得了 不记得了 你说既是商业片和狗血剧情 垄断市场 你也不会 够了 记录片 计时节目 有人看吗 中国的纪录片导演 还不都是靠着自己的积蓄 和政府对文化事业的那一点资助 才勉强撑下来 你现在做着假戏 还对外标榜自己是真人秀 你不觉得可耻啊 大环境是这样的 你觉得我有选择吗 这个行业里 真假的界限本来就是模糊的 你怎么知道 你以为的真实就一定是好的东西 不光是我们节目组的人 演播厅里的那些观众都是签了录制保密协议的 让他们笑就笑 哭就哭 一个个演得专业的很 陪着我们 片外面那些看着虚假剧情还傻呵呵笑的人 这个屋顶下是一整个差遍团伙包括你 和外面那些被娱乐的人 他们自以为能分辨真假 其实呢 不过只是麻木的接收讯息 早就丧失了质疑的能力 朱雀 我对你太失望了 是 我知道 所以你离开我 所以三年前 在我最辛苦 最憋屈 到处跑腿 舔领导鞋子的时候 你离开我 恶以奉承的样子 让我恶心 你不是想知道我的想法吗 这就是我的想法 我原以为 就算全世界想资本外来 林美 度过去这么多年了 你还没有看透吗 所有娱乐形式的目的都是为了逃避真实 我们只是为观众创造平台罢了 我的腰 早弯舌了 你也别再执着于什么狗屁真实了 也许像我这样 你的日子能好过一点 是我不该对你还抱有期待的 没能成为你想象中的样子 抱歉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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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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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发生 我都认识气氛变满怀 他流的伤害 是不堪触碰 直到今日重逢 回忆被冲着 胸口的余温 不得不承认 爱 为何越相见的人 相处越倾斜 无论都没能够有人 犹豫坦诚 追着最亲密的人 放不下自尊 下一世成熟悉 早靠在不在 最后最懂我的人 该如何完成 是时候不保留 有人犹豫坦诚 或许我们都在等 最佳时分 离散说成竟是为此可 确认 主角 尊重选 重选 朱卓 终于找到你了 我跟你说 陆老师 陆老师 我现在有要紧的事情 我 天导 喂 田导 诶 朱卓 你怎么打我电话呀 对讲机坏了吗 没坏 我已经离开演播厅了 离开 我们不是还要补录一个结尾吗 关于这个 朱爵和你说个急事 补录的事你就先别管了 最近网上有消息流传 我们节目是走剧本的假真人秀 这都不是什么新闻了 一直都有 但爆料的人从来没有确实的证据 对我们造成不了伤害 工作人员和请来的观众 都有签保密协议 谁要是泄露了消息 我们可以搜法律程序 这事传到我爸耳朵里了 台长 嗯 他说这事影响电视台名誉 为了证明 他说要临时做一场直播 就在明天 上台的情侣就从现场观众里抽取 明天 情侣从现场抽 明天不是七夕节吗 哎呀 你就再找演员来演你的那些剧本 假装是个直播不就行了 很简单的 我的好姐姐 刚才预录的那期已经是我最新的剧本了 现在都11点了 我上哪去弄新的故事 上哪去找演员呢 准备时间的确是不够 但这就是我爸的目的嘛 他刚才已经找人放出去临时企划七夕直播的消息了 微博上好多网友评论要来现场参与 对了 我家里有急事 明天我来不了了 直播的事情我全权交给你负责 这么好的表现机会 你可要好好把握 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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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天导怎么说 他跑了 那我们剧本怎么办呢 有剧本也找不到演员 那直播起不就黄了 除非 找认识的真情侣来上节目 认识的真情侣 对 可现在这个点 我们上哪去找人呢 七夕来这直播吵架 谁愿意啊 我想到办法了 帮我去通知各子人员 还有主持人导师演员 半小时后在这里集合 OK 一分钟 很抱歉 节目录制完了 还把大家叫回来 进来 扶导 陆老师他还没走 但他正在忙 暂时不能过来 忙什么呢 忙 大事 哦 电话接通着呢 陆老师在电话那里 呃 朱爵 你说我听着呢 好 各位 刚才我收到上面的通知 明天我们要做一场临时的七夕直播 请各位导师务必能来 明天这么临时 是的 节目从晚上七点开始 直播时长一个小时 一共有两组需要调节的嘉宾 情侣将从来现场的观众里抽悬 现场抽啊 我们以前不都是提前有剧本的吗 干嘛我们的评论没有办法提前写了啦 恐怕得拜托各位导师临场发挥了 反正是七夕节 我好的劝就可以了 临场发挥你是 小猪 你过来 等一下 小猪 明天这个通告这么临时 是不是可以 哦 白老师 通告费我们会正常给的 啊 哎呦我霍个灵子 你怎么接不到的了 今天这么晚了 还把我这个老人家留在这边 你说是不是得 哦 这个意思 心白老师 只要您愿意来 通告费的事 我会向上门先请的 真的 哎呦好好好 年轻人真的是很不错啊 灵场发挥有什么问题 有底蕴的人随时随地出口成章 你说是不是呀路老师 当然 图老师 那您明天是要留下来了 我明天本是有计划的 这个事情有点突然 我得考虑一下 我得考虑一下 你们明天在吗 嗯 塔利强主工作人员都要留下来 真好我们可以共度七夕了 你说是不是呀 图老师 哎呀 作为节目的台柱子 我当然得来 啊 我 我也来 图老师 好 主角和你说点私事 来来来来来 主角 主角 我有个朋友 正好有感情问题 能否让他上节目呀 这故事够精彩吗 太生活化的话 说是女娜我没法交代 哎呀我保证 故事绝对精彩 很可能是史上最劲爆的来宾了 陆老师 哎呀我认识的嘉宾 总比你现场抽出来的有保障吧 好吧 那你把他们的基本资料发给我 我安排一下 哎 就这么说定了 哦 对了 那另一队嘉宾 你打算怎么办呀 说到这个 各位 我有一个郑重的请求 希望大家在明天直播的时候 帮我一个忙 帮我一个忙 什么事啊 你说来听听 刚才那期预录节目里的女嘉宾 林美 哎 你们怎么知道 哎 这大家都知道 啊 前女友吧 啊 还惦记着人家呗 这 这您都知道 有眼睛的人都看出来了 就瞧你瞅人家那小眼神 情深深雨茫茫 家人只在 你眼中 平时你对我们脾气好 他情意让你记早 好歹 好歹 故事怪不流流流 这细微情绪也明了 认识真情里面 想追回他 我想追回他 我想追回他 明天上节目 我要直面他 我的好兄弟 终于有勇气 有什么想法 我全力帮你 性感条件这么多年 总和我们丰富经验 我们都看出他的特别 别让自己后悔 既然你决心把他追回 出手保证他不拒绝 来 说说你的计划 我想明天在直播上向他告白 但如果我提前告诉他我的目的 他一定不愿意上台 想着办法和他变来 有了 就和他说 昨天那期预录的影响文献丢了 明天在直播上和我再演一遍就行了 工作的事情林美不会拒绝的 可以 我这就去打电话 老李美 李小三 走 告白 和他说 我很想他 然后呢 然后呢 然后 去吧 去吧 你可是 淡气宝 玫瑰花不能少 来 准备 来 准备 人的情话 太老老 唱首歌最好 他同意了 这次一定好好发挥 离他做手准备 离他做手准备 西西之夜 与他相会 结局一定会完美 结局一定会完美 天下 太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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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多了